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先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乾隆王朝 这今天咱们终于要开始讲这马格尔尼使团访华了 这 马格尔尼使团是个英国的使团 英国在哪呢 大伙看这地图啊 英国在这 这脚上这个岛 英国要派个使团要出访当时的大清他得怎么走呢 哇这道客远了 从那先南下 一路南下过了欧洲然后沿着非洲这边一直走绕过好望角再上来 穿过印度洋 然后呢从马六甲海峡过来一直到大清的地界 就这一路啊 这个马格尔尼使团走了九个月 那么说这帮英国人 他为啥要绕大半个地球跑这么老远来拜访乾隆呢 因为啊 当时的大清 对英国来说 非常重要 这大清啊 是英国 商品出口地之一 啊 这商品很多要卖到大清来 而且呢 这出口额 增长非常迅速 在乾隆40多年的时候 每年啊 这英国卖给大清的商品价值也不过是10万英镑 这没多少钱 但是等到了乾隆57年 就是这马格尔尼使团来到了大清的这一年 这光是一支船队 16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这上面携带的货物啊 有铅有锡毛织品皮革等等 价值就打100万英镑 换算成当时银子是275万两 这当时啊 大清从欧洲买东西 进口的这产品啊 有九成都是从英国来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对英国来说啊 出口给大清这些货物 这数量远远不够 在乾隆年间的时候 英国那发生了这工业革命 英国的生产能力是大幅的提升 生产了大量的纺织品 钢铁制品工业品等等等等 这么多产品生产出来了 生产出来不算完你得卖出去 在大清这儿啊 卖不动 你光自己吹我这东西多好多好 大清老百姓 不买你这个 所以呢 他们迫切的要在大清 打开销路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 光说了出口 英国每年啊 要从大清进口 更大量的商品 这里面最大宗的 就是茶叶 英国的使团啊 有个副手 副使叫乔治斯当东 这位呢写过一本书 英使夜见乾隆祭食 在这书里他就说 像茶叶这种主要的中国产品 当时你在别的地你买不到 已经日益变成了英国各级社会人士 生活上的必需品 在英国的领土 或者是在欧洲美洲反正哪全体的这些英国人 不分男女老幼等级 美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 这一磅啊 跟一斤差不多 比一斤稍微少点 这么算下来呢 每年 这英国人啊 一共需要从大清 买这茶叶买一千多万磅 这一千多万磅的茶叶 要从大清运回到英国去 需要大船三十八艘 船员四千五百六十名 这还单单只是茶叶 另外呢 还需要从大清采购大量的丝绸和瓷器 有人算过啊 这大清每年出口的这些产品啊 就茶叶瓷器什么这些 有七成最终都是销往英国的 所以英国你看跟大清做买卖 卖出去的东西少 需要买的东西特别多 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多达百分之五十 所以呢 你看这英国船来啊 来大清做生意 除了带上货物要卖 还得带上大量的金银 还要买东西 这一度啊 甚至造成了英国国内的这个金银价格的上涨 所以呢 知道了这几点 这英国啊 要派使团来大清 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头一个要加大推销自己的产品 要让大清上上下下 都知道这英国货好 这样呢 能够加大出口量 缓解自己的这贸易逆差 再有呢 希望能够促成大清啊 多开放几个通商口办 咱们前面讲了 当时乾隆时期啊 是一口通商 只能在广州那儿做交易 这 说是这么说 乾隆啊 对这个限制的挺紧 咱们之前讲的是乾隆二十多年 等到了乾隆四十多年五十多年 这一年啊 也就五月到十月间 这小半年 这外国人可以来广州 其他时间不接待啊 而且说是来广州 其实你进不了广州城 在广州城外 一个叫十三行街的这么个地方 你就住这儿 只有每个月的初八 十八 二十八 这三天 你可以进广州城参观学习 别的时候呢 你就在这十三行街 就在这待着 那么这十三行呢 就垄断了跟外商的所有贸易 利用这垄断的地位 这十三行的商人呢 压低进口价格 抬高出口价格等等 搞得这帮英国人 一点脾气没有 而且呢 你在中国呀 你只能接触这个 十三行的这些商人 所以呢 你即使是想告他 你写了这贡状 这贡状都得交给十三行的人 帮你成帝给官府 那他能成帝吗 所以啊 这帮英国人对十三行 是非常的不满 而且呢 你说十三行 赚这么多钱 那钱都能让你赚了 当地的这些官府 官老爷们 比如说岳省海关监督啊 等等 很多官员 都要从其中收取礼金 那这英国的商人呢 要上下打点 比如说啊 一艘船 到了这广州 要交官礼银 六百两 同事礼银 一百两 还有开仓礼银 四十八两 库房归礼银 一百二十两 等等等等吧 全都夹在一块 这一艘船啊 要交不到两千辆银子 所以呢 这英国人就想 哎 咱能不能绕过广州啊 之前不是说过吗 好几十年前 开放过宁波 是吧 而且你看 我们买这东西 茶叶 多产自福建和浙江 丝绸也是浙江那儿的 这瓷器呢 很多是江西景泽镇的 哎 如果你在这些地方 开放了口外 我们直接去那儿交易 这不就没有中间商 赚差价了吗 对你大清也有好处啊 你省得把这货运来运去 是吧 你就在原产地 就出口了 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另外还有一项 要增强英国商人 在大清的影响力 怎么说呢 你看咱们前面不说了吗 这英这个大清的出口 这些货物啊 瓷器啊 茶叶什么的 有七成都是卖到英国去了 这是没错 可是这生意啊 不是英国人做的 这里边的订单 英国人也就能接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啊 这些倒卖的商人 很多是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 为啥呢 因为这三个国家的人啊 更早的开启了 大航海时代 在英国人到达广州之前 这几家啊 已经跟广州这十三航 打了几十年交到了 咱们之前不说了吗 那洪人辉刚到宁波的时候 被当地的官员 认成了红毛遗传 就认成荷兰人了 因为跟荷兰人熟悉 另外 除了这几点以外 还有一个不能告人的目的 什么呢 要在不引起怀疑的条件下 说这使团啊 到了大兴 应该什么都看看 并对大兴的实力 做出准确的估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